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啦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要跟我们玩小朋友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具组套装 它就叫做 对啦 它就是当我们的一个喷嚏熊宝宝 我们的小熊宝宝呢 在里面它是会打喷嚏的 而且还会一直打喷嚏 嗯 它是不是感冒了呢 其实不是 那我们先就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 这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玩具组套装在里面 那我们这边呢是要把它给它取过来一下 然后把它全部的打开 可以看到它的背面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冬天的这种极地的一个冰屋或者是冰房 整个房子呢是由我们的冰块给它建造起来的 看起来呢是比较的凉爽 但是实际上呢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北极的人圈的人来说呢 是最保暖最实际最有用的一种方式了 我们可以把它呢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看哪一个是我们的哈奇伊狗 我们哈奇伊狗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熊宝宝 看一下它在哪里 在这边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小熊宝宝 还有我们的一个小的装置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有没有一些我们所喜欢的一个小内容呢 在这边 我们这边是要用到一个贴纸去把它进行一个粘贴 这边呢也有一些贴纸 也是可以把它呢是粘贴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小屋身上 或者是粘贴在我们熊宝宝的身上 非常非常的棒 大概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这边呢是做好了它的一个小动物 这边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的冰砖 小的冰砖呢也是可以把它取出来 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淡淡的这种紫蓝色 这种的蓝绿色 这种青青的颜色 确实是比较的好看 有点这种北极的一种风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那我们等会呢还可以从这个部分开始 我们把所有的都给它进行了一个准备 准备工作差不多都已经做好了 再跟大家进行一个展示 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把它展示出来 大概就在这边 那每个小朋友的话呢 你这个游戏可以跟很多个小朋友一起玩 然后大家一起轮着去玩 那你的游戏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把它的这个小的这个方片 去给它摇下来 然后这个方片的话呢 我们是要把它建造在我们的这个小的冰砖的一个这个屋子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它这个骰子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是可以给它调换方向 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臭牌的一个方向 进行一个调换 然后其他的呢 我们都可以去按照它的这个说明书 去给它进行一个解读 比如说在有一个骰子就是 按下去 我们的这个小熊就会突然跳起来 然后就跟我们说个 哈啾哈啾 非常的可爱 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开始 先给它扔一个骰子 哦这个是要来换方向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假装我们换好的方向好了 我们可以再扔骰子 然后再给它放上它的冰砖 然后现在又开始哈啾啾啾 不小心掉下来一个 现在我们是要给它重新的取下来 然后再把我们的熊宝宝给它放回去 再在这上面呢 去放上我们的冰砖 那最后一个能把我们最后一块冰砖 全都给它放上去的小朋友的话呢 就能够赢得我们这个小游戏啦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 现在是又有一个 散下来了 那我们这边来试一下 看一下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上面呢 哦再给它再沾上 不小心全部都给它 那好吧 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会打喷嚏的小熊宝宝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其实给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呢 也是特别的不错 呃 你可以在下面的去跟它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玩具 进行个游玩啊 过加价啊等等等等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给我们留言 我们就下期不见不散啦 拜拜 拜拜